南投县一销总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30周年庆 即中兴分队50周年庆 日前在中兴高中活动中心以参会方式 慰绕劳苦功高的打伙兄弟们 以及颁奖给一销楷模 县议员蔡宗志说 他认识里面有三位一销长辈 竟然已经奉献热情与服务50年之久 实在不简单 一销美美在发生火灾时 人人往外跑 只有他们往火厂钻 县议员张维华感谢大火兄弟们 对社会的奉献 我们的发生火厂钻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火销厨的时候 大家都往外跑 那可是呢 那只有我们消防人员 一销我们一销的 是往火里面钻 那家庭嘛 实际上要有家庭后面支析 我就继续为他做这个工作 我们希望这次庆祝我们中兴益销 这个圆满成功 中兴益销大队成立50周年了 县议员曾正言说 他则参加中兴益销有30年了 他肯定益销们永远站在第一线 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先议员侯明科除了祝福中兴益销生日快乐外 并呼吁政府多多照顾这群打火兄弟 这场周年庆活动 县议员侯明科 曾正言 张维华及蔡忠志议员 都亲自到场表达祝福及感谢 整个庆生参会在热闹温馨中圆满结束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